当D2倒在地上静软的同时 他的整个身体几乎在45秒内就完全变成了病态的中褐色血肉 D2被D1当场开枪处决 但已无法阻止610的散播 你好,我叫阿佑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SCP基金会Keter等级的SCP610 SCP610也被称为憎恨之血肉 似乎是一种传染性的皮肤病 其出击症状包括皮疹、发痒、以及皮肤挂敏性的增加 在3个小时内 在胸部和手臂区域会开始出现类似斑痕组织的污点 在1小时后,扩散到腿部和背部 并在5小时内就彻底覆盖受害者 巴鲁鱼高温下会大大降低该病症的蔓延和传播时间 曾经有包括过一次完整的感染 甚至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 一旦彻底感染后 受害者的生命技能将停止大约3分钟 在此之后,他们会重启 重启后,他们的行动速度将比普通人类快2-3倍 在此之后,受害者身上的半痕组织会开始自行移动并高速生长 来到此阶段,普通人类的特征将在感染中逐渐消失 其突变方式一般是随即的 在此阶段的感染者被观测并记录到长出了三只或更多例如手或脚之类的肢体 而头部被观测到变得畸形和拉长或是加宽 有些感染者的一部分会分离开来,并从中长出额外的组织 但是奇怪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受害者都能发展到同一个阶段 610的感染者分别为两种 第一种会停止移动,并把自己放在一个他自己认为合适的位置 并开始扎跟固定 然后,长在受害者身上的肉质组织 会开始自行蔓延到周围的物体上,并感染它们 但是,这种感染不会感染活物 然而,另一种感染者会因为人类天性而尝试寻求救援 并最终导致五一时的散布感染 至于那些经过了半痕组织阶段17人型的感染者 会积极并集聚侵略性的试图感染任何 进入其作为未知距离范围的人 但如果感染者失去了视力 大约30米的范围以外,被认为是安全的 SCP-610的追逐报告来自于俄国政府 这些报告主要是关于领地内有农民失踪 被派去调查的当地警察 甚至政府派出的特工在72小时内都没有回来报告 随后,一支小型军事特遣队被派去此区域 但又急忙撤出 而这也是基金会被联系 并开始进行调查的时间点 SCP-610的感染区域 接近南西伯利亚的北加尔湖 已知的感染区域已经标记在此地图上 由于610感染的区域十分广阔 所以基本上收容是不可能的 封锁区域被证明更为有效 所以俄国政府已经批准基金会封锁这些区域 任何已感染了SCP-610的生物 发生物理接触的人员 应被视为可遗弃之物 并应马上处决并焚毁 任何进入到SCP-610感染体3米范围内的人员 应马上撤离区域 并以小队的其他成员隔离开 并需接受医学检查和观察 基金会了解到 使用人员观测SCP-610的感染体是不可能的 因此只能使用人工智能方法进行观察 例如遥控机器人 结合了来自这些机器人收集而来的数据 而感染体公开侵略性试图传播感染的行为 SCP-610最终得到了KIT的编辑 然而只要确保无人出入这些感染区域 那就可以暂时将其视为一个无效或己的威胁 但是自从再一次探索中 发现感染区域地下有洞穴区域之后 基金会派出了研究人员 想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这包括了遥控机器人和人类探险 总共有5个野外探险记录 第一次的探险 是使用了一个小型的摄像机搭载单位 称之为HB HB从安全距离外被派出 并直接前往一个已被感染的小村庄 此地被称为Site A 许多房子似乎发生了火灾 不过还有相当一部分保持完好 通过摄像机图像显示 估计又有79%的人口被感染了 固定感染体也包括在这个树木内 同时也很难确认固定感染体和移动感染体的确切百分比 在村庄外观察了两个小时后 HB被指令跟随一位感染者 Alpha进入房子 房子内有多种可见的感染生物 为了避免引起注意 HB慢慢的升起摄像头 Alpha在房子内多次的走来走去 然后最终停在另一个坐在床上的感染体前 磁体被称为Beta Beta出于位置原因无法离开床 但并不是完全禁止补动 因为他的手臂摆动 回应着Alpha对他发出的殴打 片刻之后 从Beta周围传来刺耳的爆炸声 软弱Beta将一团未知物质的烟雾 冲击胸枪投射到空中 当他们漂浮在Alpha周围的空气中 并缓慢的下降到地面时 Alpha在烟雾中徘徊 就在这个时候 除了Beta之外 抓上未知的形体开始抽搐 Alpha再次的在房内徘徊两圈 并停在每种被感染的生物体上 但现在又忽略了Beta 随后Alpha坐在了桌边 并放出了三个盘子 在放好盘子后 Alpha的面部卷须开始伸出并扭曲 卷绕在每个盘子上 并在之后自行断开 在每个盘子都装满后 Alpha离开了房子 数分钟后 一组大约六七个感染体 从外面进入了房子 这些感染体围绕在桌子旁边 每个都轮流拿了一些Alpha留下的血肉物质 并把这些物质 塞入了他们身上任意的孔洞里 他们的这些孔洞都分布在不同部位 包括嘴巴 胸腔 背后 及手臂下 何比在这里多留了几分钟 然后收回摄像头并离开 然后 何比被指示去探索一家商店 在这里 他发现了更多的感染者 有一个身体似乎不能动 但眼睛却不停地移动的耳国士兵 一直紧紧地盯着何比 接着 何比来到了一个储存区 这里有以大裸的尸体堆在一起 可以看到有一些衣服的碎片 包括军服和日常服饰 尸体堆上坐着一个感染体 其下半身似乎已经溶解在尸体堆中 其上半身则处于电线发作的状态 并不断拍打 8月每10秒钟 该感染体的顶部会释放出一堆包子 并飘散在空中 在离开了商店后 何比路过了村庄的井 井周围被一排的固定感染体所占据 全部都面对着井 这些感染体的手都伸出 一个一个的互相牵着 形成一个完美的连锁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一个受感染的年轻女孩 抓住并盯着何比 她的脸部忽然肿胀并爆炸 向外喷出了一堆血肉物质 并渗入被抓住的何比内部 何比的图像信号也在这里中断 5个小时后 何比的电子信号终于恢复了 她的相机正对着村子里的绥静 某种年火的薄膜经常伸出镜头 何比没有回应任何遥控指令 不过她的镜头在目标和目标之间来回拉动 并执行放大和缩小焦距 此时 电子信号被手动切断 而所有何比单位的连接都被下令抹去了 对于SCP-610的第二次探索 发生在610的收容区域周围监视期间 有数名低级人员被感染了 这些感染人员大部分都以被火焰喷射器所消灭 但一小部分感染者被聚集起来收容在冷藏库中 以延长他们感染的精神 为了找出更多关于610起源的信息 基金会派出了三名受感染的低级人员 在此称他们为D1、D2和D3 并装备一架摄像机进入SideC SideC与前面提到的SideA 在统一受感染的村庄中 但位置不同 基金会给这三名感染者各提供了9毫米手枪 加轮挂装汽油 紧急信号弹和一些军粮 他们被指示观察和尽量可能长时间的避免 以被感染的村民发生接触 但是如果他们遭遇受感染的村民攻击时 则可以对被感染目标造成尽可能大的伤害 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维持电子信号 当D1、D2和D3进入SideC时 他们感觉到温度急剧上升 以至于不得不脱掉服装 其中一位立即注意到 SideC周围排列着大量固定的塔 这些塔之间间隔5到6米 每一个塔似乎是由2到4个感染体溶解在一起形成的 而热量就是从这些塔甲冲排出 目前认为这是610的进阶形式 改造地形以促进起散播 15分钟后 D2在SideC内检查塔的血后发作了 当D2倒在地上静卵的同时 它的整个身体几乎在45秒内就完全变成了病态的中荷色血肉 D2被D1当场开枪处决 但也无法阻止610的散播 610甚至在D2死后仍继续蔓延 直到所有动作彻底停滞 当防区控制中心发送这新指示给D1和D30 镜头图像显示 血肉般的物质在D2的尸体下裂开 而以系列的触手从裂口中伸出 把它的尸体拉入其中 这张裂口关闭非常快 前后总共只用了3秒的时间 之后D1和D3迅速到达村庄中心 并遇到一个由倾斜的支撑物悬挂的球体 这球体是由受感染的人类 和一些非人类生命如鹿和熊组成的 整个血肉球体以每5秒的间隔脉动 每次脉动都从它的赤道放出类似包子的物质 该物质飘落在地面 且似乎会被那些改造过的环境所吸收 D3开始对球体拨撒之间提供的汽油 然后用紧急信号弹来点燃这个球体 使其马上燃烧起来 远程影像播放出了一段爆炸声 和生物咆哮的声音 似乎来自于远离赛C的位置 但是却连在防区控制所在地 也都能听见赛A和赛C发出的这种噪音 在声音消失的15秒内 有报告指出赛A的村庄内发生了以系列的爆炸 在该报告提供的5秒后 赛C中央的球体爆炸了 D1和D3也因此被爆炸的暴风给吹飞 D3立即死亡 但D1设法站了起来 D1的摄像设备掉在了地上 镜头草天的录制着 D1的摄像设备录像的最后一刻 显示一只未知的人形生物 走到正在记录的摄像设备前 并摧毁了它 防区控制的所有位置 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保持最高警戒状态 但是没有发生任何事故 第二次探索造成的破坏 导致赛A又发生了以系列的突发事件 也就是说 集集会还有更多记录表明 SCP-610是非常危险和恐怖的 我们将在第二部影片中 分享更多起疑的内容 所以大家敬请留意哦 当三名队员正要离开教堂时 其中一名队员 突然被从地上自行生长出来的 钩爪所抓住 将它甩到了几米高的空中 你好 我叫A又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 SCP基金会 KID等级的 SCP-610第二部 在SCP-610第一部中 我们讨论了SCP-610的特性 突变过程和部分的勘探记录 而在第二部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更多的现场记录 在之前的视频中 我们提到Side-C的破坏 导致Side-A发生了一系列的意外事件 在Side-C的奇怪球体被烧毁之后 无人机观测到 位于Side-A的感染体 开始不停抽搐和痙攣 固定住的SCP-610感染体 不停枯萎 并和蔓延在村庄内的血肉物质一起死亡 那些可移动的SCP-610感染体中 那些恢复了行动能力的实体 全部聚集到了 似乎之前是上流社会的住宅处 并进入建筑屋内 在感染体进入住所后 该房子发生了一次倒塌 暴露出了旗下的洞穴 所有没来得及撤入洞穴中的感染生命 都死在了地表 几乎立即就只剩下干枯的表皮 30分钟后 三个研究小组在村庄的遗骸内设立了工作站 610名感染的死者样本 被送回周边总部进行处理和研究 然而 两个小时后 赛英内发生了地震活动 原先三只研究小组中的两只留在现场 第三只则带着样本返回房区总部 在地震之后 从冬雀中喷出大量610的包子 并层层覆盖了周围50米的区域 在报告这次的喷射时 两只在赛A的小组 都遭到了感染SCP-610的空中怪物所袭击 这些有翅膀的怪物 通过把他们的头裂开来进行攻击 夹住研究员 把他们带到空中 然后尽可能地把他们扔入洞穴中 唯一捕捉到该怪物的录像 则显示了一个塞得满满 像吃多了一样的人头 约比普通人大20倍 没有可辨认的身体 从洞穴中出现 电子和无线电联系 在地震规模强度到达7倍时 持续了两秒后 忽然中断 之后的一个小时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由于在赛A之中 没有观察到活跃的行动 所以基金会决定派遣一架 遥控无人机探测洞穴 并将其数据传送到总部 经过大约两分钟的探索 研究人员发现了610感染者的踪迹 他们身上的物质黏在了泥土和石头上 这些物质都没有活动迹象 但是他们保留了他们的质地以及外观 这点上不像是那些遗留在外界的物质 那些物质都已经皱缩 且迅速地干枯了 在下降100米之后 开始在洞窟壁上观察到了小洞窟的分支 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深度的增加 驴淋物质的分布密度也增加了 洞窟的底部已经可见 而且洞窟的波度急剧变陡了 这显示出了这个洞窟 不是由自然原因形成的 驴淋现在已经完全覆盖了整个隧道 前方的5米出现了动静 摄像机聚焦到了一头路 没有被感染 正缠在由610物质组成的勾爪之中挣扎着 无人机经过了30米之后 洞窟地表出现了明显是随机排列的堆块 这些堆块很快就被辨认出来 是在赛西被摧毁之后 逃入洞窟之中的赛A的感染村民 远处传来了流水的声音 无人机继续推进 在这里开始隧道一分为二了 一条隧道沿着河延伸 似乎是向下延伸着 而另一条隧道就在天花板的某个光源的上方 无人机向上行进了45分钟后 突然被扯进了山的一个多峰区域之中 这里被推断是在赛B的附近 建筑都被死去的610物质所覆盖 或像是直接由这些组织本身建成的 在对赛B的粗略扫描之后 发现在该区域之中没有任何生命 或是与610有关的生物 所以无人机重新飞入了隧道之中 回到隧道之中 一种从深处传来的咆哮声覆盖了视频 镜头显示了一张被拉扯为20倍大的人脸的物体 而因为610物质的作用 他的脸上没有什么特征 他只有这空洞洞的眼眶 也没有眼球 有着一张大嘴 但是没有牙齿 无人机开始向那张恐怖的脸开火 但就算是子弹也阻止不了他 在隧道之中 没有空间能让无人机做出闪避动作 所以他被这东西吞了下去 从总部传来了 准许对赛A下航隧道 进行人员突袭侦察的行动 以确定SCP-610的感染程度 对于赛A和赛C的摧毁事实 说明了610是能够被收容的 而如今摧毁这些会造成感染的感染源 就是最高优先级的事件 最初下降进入隧道中的队伍 由五组队员组成 两队研究人员和三队突击人员 他们都携带了足够的装备 以建立一个地下探索基地 队伍在三条路的交汇点 建立了610的基本探索营地 第一条路是通往赛A和洞窟探索的总部 第二条路则是通往 那个在山上的废弃村庄 而无人机就是在那里 被庞大的未知610实体所袭击 第三条路则是向C延伸 似乎是沿着河流的方向 延伸了一段未知的距离 两队研究人员此时开始分头行动 一队开始建设洞窟探索总部 而另一队则在收集610的样品 在该区域之中 没有发现任何有感染性的物体 甚至连之前无人机发现的生物 也未曾出现在队员面前 其余三队被派遣前去继续探索那条 未曾探索过的通道 走了大约20公里 隧道里再也没有出现任何610的感染生物 因此突击队向总部请求派遣一部运输小车 当小车到达后 小队准备继续探索 但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他们受到一大群的610感染体攻击 这些610直接从他们面前通道的墙壁冒出来 在这次袭击之中 出于想要保护小车的努力 数位成员跌入了水流之中 并且与他们的联系也因此锻炼 如今所剩下的突击小队 只由三个人组成 装备着一架火焰喷射器 他们继续探索 几个小时后 该小队又遭到了一群数量较少 但是体型比之前的感染体 要大得多的个体袭击 所有火焰喷射器的弹药 在这一次袭击之中耗尽了 因此探索队所有的武装 只剩下标准武器 和个人的小型火焰喷射器 隧道开始变宽了 逐渐通向了一个曾经是村庄的地方 那里有一座 有着仍然在运作的中塔的教堂 在该建筑周围 都环绕着一圈填满了 液态610物质的洼地 这些池子似乎被某种不可见的力量 所推动着 在某些隐形的接触点上 会泛起波纹 并且在某些不可感知的风的作用下 微微地翻起波浪 突击队尽索能不去接触这些池子 然后朝教堂走去 教堂内有四个长椅 其中一个已经破碎 并且还有一个讲坛 说来也奇怪 但整个区域看起来非常干净 突然 钟楼上的钟铭响了 这铭响的钟声 导致了该建筑的一阵颤抖 并且伴随着天花板上人类的悲鸣声 照在天花板上的灯光 显示出了一大团610物质 它们被悬挂在六个一系列圆环下方 每一个圆环之中都固定着一个 从脖子到脚趾都被610物质所覆盖 但仍然露出头部明显未被感染的人类 这些俘虏持续地尖叫着 钟声不停冥想着 直到这些圆环降到了地面上 而此时 在这建筑外面 传来了某种未知生物 呼气的声音 这使得所有队员都立即躲到 步道坛的阴影之中 以寻求掩护 灯光被熄灭了 使得整个区域都陷入了黑暗之中 为了避免队员的未知暴露 夜市模式也被关闭了 在教堂的入口处 出现了一个举着小小火炬的人形实体 它在门口点燃了一系列的蜡烛 之后火焰蔓延到了一条覆盖着610物质的绳索上 这些俘虏暴露在光下时 没有表现出典型的被610物质感染的米黄色 而是像是被包裹在一团红色的变换不定的东西里 那东西看起来有自主的意识 并会自己缓缓地犯着波纹 从教堂外面 一排610的感染体满山地迅速走进了教堂 他们向那些困在圆环里的俘虏走去 然后开始撕扯那些红色的610物质 这导致了更多的尖叫和哭喊 这些红色的610物质 看起来是与这些俘虏们融合为一体 并且用它们作为食物来生长 以喂养那些普通的610感染体 喂养行为持续了大约6分钟 之后那名点亮蜡烛的人形物体 发出了一声如铜锣敲响的声音 所有的感染体都移动到了教堂之中的长凳上 然而 此人形实体并没有移动 而是自发崩溃了 就好像它是用满是洞的陶土做成的一样 一条由610血肉物质所组成的长柱 从洞中伸出 然后不断延伸 伸向那些集中了的感染体们 十分钟后 这根长柱缩回了洞中 而所有的感染体也开始离开这座建筑 当三名队员正要离开教堂时 其中一名队员突然被从地上 自行生长出来的钩爪所抓住 将它甩到了几米高的空中 剩下的两名成员拼命跑向小车 当经过一座建筑物时 其中一人被一个挥舞着一把巨大镰倒的人形怪物所埋伏了 影片显示这就是之前在教堂之中点亮蜡烛的人性实体 剩下的唯一一位成员没有停顿地向这小车锁在地撤退 但是当到达时才发现小车早已经被覆盖这地面的绿衣林物质覆盖了一半 当他回头想试图寻找另一条逃跑路线时 他看到了那个同样挥舞着巨大镰倒的人形怪物正在接近 举起了武器 这名队员开了两枪 而视频也因此中断 五个小时后 当有关如何遏止或消除SCP-60威胁的最终决定正在进行时 最初的突击队员流失到地下河流中的一段岩石视频呈现出来了 该题要已归档在SCP-610-L6现场日志中 其中包含最终原点行动的探索记录 大家记得去观看IU新的动画频道 IU来啦 在这里IU会分享人生趣事 稀奇古怪的想法和观点 你只需点击下方的链接 即可进入IU来啦的世界哦 接下来IU想要很自豪地展示 这些超让我们惊喜的粉丝作品 非常感谢你们 大家现在也可以将你的粉丝作品发送给我们 IU将非常乐意在下一个影片中展示你最好的艺术品 你可以查看下方有关如何提交作品的说明 接下来你想要IU讲解哪个SCP和为什么呢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和接受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脑洞大开吧 拜拜